农民在田里耕作 每一滴辛苦汗水种出来的作物 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够安稳生活的证明 这位农夫香迪亚是南苏丹难民 近年来为了躲避家乡内战 他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和收留的19位孤儿 逃到乌干达北部其中一个难民营 在这里他加入一个联合国粮食署 和日本政府合作的种植协助计划 学习耕种稻米 这项作物不只符合难民粮食需求 也是乌干达经济主要来源之一 食物和钱包装 鸡生物会给他们的保障 增加自己的食物 难民靠米吃饭和赚钱 帮助推动当地经济也能更快融入当地社会 不只乌干达政府为难民提供大片农地 有些当地人有许多土地 全媒技术和人力帮忙耕作 他们也乐意捐出田地给难民 这位农夫拉谷就是其中之一 对他来说帮助自己的非洲同胞 是理所当然的事 乌干达和南苏丹人民 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 各自得到利益 两个国家也一起发展 他们认为即使来自不同地方 但同为一个民族 就是彼此最该照顾的家人 大海新闻 郑宇璇编译 哦 还有宇璇 吗 一 一